這個MAXCRO的PC12水管剪 在換刀片的時候 它後面有一個塑膠的這個 固定彈簧的卡座 往外拉 拿下來 然後 彈簧往前推 轉一下 這樣就可以拿下來 然後插銷推出來 它就可以把刀片給取下 刀片取下之後呢 我們如果要裝刀片反過來 這刀片很利要小心 刀片非常非常銳利 先把刀片放進去 這圓孔對準 對準之後呢 我們的插銷 你看這裡是有一個造型 防呆 對準 壓下去 卡進去 這樣刀片就固定住了 刀片固定住之後呢 重點來了 我們的彈簧要裝進去之前 這個有時候 這個小卡扣會掉下來 掉下來我們裝回去的時候 我有清楚它是哪一邊 假設我們現在要裝上去 隨便找一邊裝上去 這個彈簧的洞 它的刀片的洞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來看刀片在刀子裡面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彈簧要進去 轉過來勾住這個 最後往後勾 所以呢 我們這刀片裝進去之後 突然的時候呢 它那個勾彈簧的洞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把刀片跟這個刀背 打開 調到平行 平行的時候 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把它彈簧伸進去 轉一下 這樣就勾到了 然後這樣放進來 放進來 我們看齁 假設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如果說裝反的話 我們後面這個黑色的小卡扣 現在這個就裝反了 我們看它的位置 裝反的時候 它這個是沒有辦法 平 平滑的 就融蠟在這個卡槽裡面 它會變成這樣 給翹翹 用力壓下去它就會斷掉了 這不用去記齁 如果是 我們把它反過來 我們把它反過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反正就是 不是這一面就這一面 我們再反過來 這樣子 這樣裝上去 裝上去呢 我們來看齁 照理來講 它裝上去應該是這樣 它是平平的 完全沒有露在外面的 我們這個黑色 它要取出的時候 把它往指甲稍微摳一下 它要立起來 握住 握住 往外拉 它就可以把螳螂取下 如果說我們這個裝錯邊 我們現在應該是這個方向 如果我們裝錯邊的話 假設我們故意把它裝錯邊 現在應該這樣才對 我們把它反過來 這樣要裝的時候 這樣一樣裝上去 那我們把它卡到卡槽裡面 我們把這個 裝反的話 我們故意把這個 這個黑色小卡扣裝反的話 你看 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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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就會這樣翹起來 所以 我們再看一次齁 它這個是有方向性的 一面可以浮貼的進入卡槽 反過來 應該是這個方向 這樣子 進來 放進去的時候 它完全的進入這個 這個槽裡面 它是完全浮貼的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它的 這個安裝 它是這樣子 勾勾是往前的 那進去才可以橫 它這裡面是一個凹槽 可以融蠟進去的 這樣子 它就順順的 如果你裝反了 再進去 它這個就沒有辦法卡進去 它這樣卡進去 它會翹起來 用力壓的時候 它就會斷掉 所以 就小心不要裝反了 不然的話 它用力壓下去 它就會斷掉 它會進入到垢裡面 OK 這樣順順的 這樣就是對的